另外有一个 另外就是说人红 有时候是非多了 韩国有个当红的女团 叫做Blackpink 的主唱叫做Rose 那近日她的IG 出现了大量的恶意留言 甚至于被呕吐的表情符号洗版 而原因竟然是 没有及时祝团圆生日快乐 这引发了粉丝的不满 事件延烧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那一句生日快乐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 请下一下文婉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就刚刚曾大哥提到的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Blackpink里面的Rose 它的版面 然后所谓的呕吐的符号 然后一堆有没有 就是那个提摩基 就是很不开心的那个 这个符号就是这个状态 它的版面就呈现这样 那先讲一下 就是Blackpink其实 它在那个 在这个应该说YT界 非常的厉害 它应该是全球 这个所谓的音乐频道 订阅率最高的人 然后在2019年 也在这个富比士的 这个排行里面 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名人 那所以呢 其实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就为了一句生日快乐 我们之前有在讲 社群其实是一个 可以这个让大家可以 这个活络互动 但是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他们团员有四个人 然后据说呢 其中一个团员叫Lisa 她生日了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你知道双方的粉丝呢 就开始注意说 谁有来祝生日快乐 就后来发现 其他两个团员呢 其实都有来生日快乐 各方面的 唯一只有一个人没有 她就是Rose 你在干什么 所以这时候呢 就有Lisa的粉丝发难说 拜托 那你现在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是怎样 态度是怎样 怎么连一句 这个生日快乐都没有 然后呢 对方的粉丝就说 这个Rose有她的粉丝嘛 就说其实有这么严重吗 也许她在忙 也许怎么样 也许私底下都已经住过了 为什么一定在公众的平台 好 就因为这样子 就整个战火就拉开了 好 跟大家讲 其实呢 后来呢 实情是怎么样 那公众人物这么很为难 她当天在美国 有活动 所以其实是有时差的关系 可是为了要平息 这么大的那个风波 她赶快还刻意 在公众平台上面 po说祝这个Lisa生日快乐 你说有困难 一定要这么矫情吗 你说我为什么要 没办法 就是要 那这个黄医师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非常惊讶就是说 年轻人把朋友 看得这么肤浅 有去这个IG上或FB上留 生日快乐就是朋友 如果没有留就不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为这群人觉得很惋惜 而且也想要提醒他们 其实人生呢 不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有一些人 其实看喜欢就喜欢 那就会是朋友 可是如果看不喜欢 就不是朋友的人 还是比比皆是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标准 放到别人的标准上 就是说如果她可以理解 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比较理解说 因为我是很喜欢 某个偶像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祝福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这样喜欢你的偶像 那所以如果朋友要用 就是说有没有显性的表达 才来定义成朋友的话 你会失去掉很多 比如说其实我看到 你就是喜欢 我们就是可以做朋友的人 因为你会觉得 显性比较重要 可是其实我觉得朋友 在隐性的时候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隐性可以 隐性的意思是说 其实如果在比较有困难 或者是说你比较需要 给意见的时候 来愿意给你意见的人 这个叫做隐性的朋友 因为平常你没有问题 我跑来跟你讲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看到你明显有问题 然后愿意发声跟你讲 那我觉得这是朋友 玉峰如果说 比方说黄医师生日 那他们三个人都祝他生日快乐 你知道会按个贴图吗 对 你会不会上去按 会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好像 可是你内心又很讨厌他呢 我很好啊 我不是 不是我是说 如果 如果啦 如果啦 情境体 就是说其实你没有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 后来经过一些事情的历练之后 有没有 比如说有些主管 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他 可是他生日的时候 你脸书又跳出来说 叉叉叉生日 我真的会那个耶 会怎样 是按生日快乐啊 没办法啊 就是这四个字 不会有什么其他 什么叫没办法啊 就是你如果你不去按的话 这些主管一定也会 回头去计算 到底有谁来祝他生日快乐 你觉得主管会算吗 我觉得会耶 我觉得会 真的会 真的会 对 哇 你还蛮滑头的 我是被生活所逼 生活所逼 这那个可能比较忙碌啊 你知道吗 其实FB是一个很 很好玩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区域 我觉得那个事情 有时候会造成人家的压力 不是 你知道吗 你真的去看FB 尤其是生日的时候 比方说我明明知道 林玉峰啊 他就是很讨厌 那个黄医师好了 我跟你讲 光是那个生日的简讯 就是说你会发现 那个人跟人的互动 真的好假喔 明明平常讲最多坏话 都是就是他 然后在这个什么 生日节日的时候 哇 写得真的文情并茂的 也是他 然后呢就觉得说 他们就是那种高来高去 可能互相也知道说 你平常你可能对我有点 有余量情节 可是在那个公众平台 你知道好会耶 当黄医师在视频就看到以后 就说这个贱货 没有 而且黄医师 一定会去回他 谢谢你喔 好想念你喔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就喜欢 我喜欢才会按赞 我如果不喜欢呢 我就是不会按赞 对 然后像玉峰哥的话是 就是他我觉得他很棒的是说 他曾经拿他的水晶石 借我摸一下 这个恩情我一辈子记得 我觉得 这样就很紧喔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那个朋友不要太 所以因为他让我摸过 那个水晶石 他就算没有来按赞 理论上 我相信他就算没来按赞 我也要知道 他是一个对我多么好的人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 其实那个表面 就不是很重要 对对对 文忍这会是你的压力吗 我其实蛮多人按赞 但是我不太 按别人赞 我也会按别人赞 如果刚好跳出来的话 对 这样 那马御师呢 我不会 我是低度使用FV者 所以对我来说 我本来就是很低调 我就是不愿意去这个 纵然大家都 什么社团里面有这个 我还是不会按 我就是不习惯 我就是不习惯 我觉得我 那可是你看到了 可是你又不回应 已读不回 我会 但是在族群里面 已读不回 比较没有那么压力 有啊 因为看得出来啊 这个族群只有五个啊 有四个都有回应的啊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没回吗 你一定很不爽吧 本人不在在乎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一件事 朋友交往就是这样子 雪中送蛋也可以 然后我有事情想到 你好看 我像你 不好看 我会给你问 我觉得朋友这样就好了 其他都不重要 你这些什么送往迎来 给我什么好处 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我都现在如 其实我也没有办过 结婚典礼 我跟我太太就是 我连这个都没有办 没有办结婚典礼啊 我们就公正了 所以我朋友 为什么当时没有办 因为朋友都跟我 为什么不办 我说我没有缺小条 我缺大条的 没有缺红包啊 可是有一些太太会要求 还好 他跟我有共事 所以省了我很麻烦 所以我个性是这样子 你办一下 我们当花筒啦 第二孙好吗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